美轮美奂的庭园配上访唐式建筑 透露自然古樸感 这里是淡水颇具盛名的原道观音庙 创办人李善丹更打造号称 全世界最大的钢素牵手观音 让他一戏间爆红 成为宗教名人吸引社会目光 2004年他又大张旗鼓 利用宗教名义拉拢名人 进军日本东京化妆品市场 创立香滑天 更曾经在百货公司周年庆首日 创下4000万的惊人业绩 赚进大把钞票 我相信我 其实我们所有的员工 大家都非常像一家人一样 都非常快乐 但他垮口自称具有神功 能隔空加持替人治病 事后被检举产品标示不清 遭卫生单位一共开出了 10张罚单9万5000元 他知道把鬼场对外是不行 但是我们在课堂上后来 只要常常虽然是学博的课程 但是谁要有推出新的产品 就会在课堂上里面 去宣传那个疗效 说你吃什么包装品 你就不会得确诊 不会干嘛 在爆出香滑天真意后 化妆品事业逐渐没起色 李善丹开始将触角 转移到艺术领域 到雅典美国做巡回展之后 将回到北京的故宫紫禁城里面 除了办展杜金还邀请政商名流参与 甚至还找黄子娇 长年担任顾问 你是这样发觉他的天文 其实是啊 但年轻人自己在贴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是创 如今从化妆品风波 到信徒控告恋裁 被封为是东方毕卡索的李善丹 过去争议一一曝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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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